第四集 让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刚刚的火疫双子发生了什么意外 好让我们在下一次火星疫行 尤其是在双子座的时候可以多加警惕 不过也幸好火疫差不多两年才一次 我们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当然有定一个心理准备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是说要去吓大家 令到大家常常都很担惊受怕 但是起码 你明不明白 做人你永远是宁愿买保险都不要太过乐观 不过算了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了 好 反正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说过 哎呀 升降机会出意外 因为双子座是讲交通 但是当然你不会叫一个升降机或者电梯做交通工具 但是其实他也是在讲运输 当我要将你由一个空间迁移到另一个空间 在这一种宁愿的旅行的时候 其实牵涉的都是双子座的能量 所以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甚至不断看到很害怕 我说了 哎呀 糟了不知道旺角浪豪方 会不会有发生那个电梯 那时候我记不记得很多年前 那个浪豪方 就是那个 扶手电梯失效 然后全部人骨牌 从上到下倒下去 很恐怖 那我不断会担心这件事情 幸好在浪豪方没有发生 但是在全港各个不同的地方都发生 甚至好像当时有粉丝说 MIRROR的演唱会还没出意外 还没掉下来的 还没掉下来的 好像当时在唱的那首歌是叫Elevator 你不知道叫Elevator 那竟然都这么巧合 那小康站 即是粉丝报料 在这个港铁站里面 一个交通的站里面 即是很符合双子的要素 然后他虽然是上面去摆一个 就是摆两块不知是什么 假天花卦 但是他是在Elevator上空 虽然不是Elevator 他自己出事 但是在Elevator上空 我觉得这件事都很完妙 然后上海曾经出现过一些 又是一些电梯的意外 而且又是牵涉了路 幸好他最后被人救回 所以我们亦都在留神 其实在火翼相知的时候 叫小朋友如果去搭一些Elevator 或者Escalator 其实家长要看实 不要让他自己一个踏跋 还有不要让他贪得意 在这里摆一些手指 摆一些手指 脚趾进去的那些 OK 然后香港呢 就在一周里面 发生三次的港铁站 那些电梯脱的板 哇 多恐怖啊 曾经尖嘴 尖嘴 又在地铁站内 港铁站又是符合了 即是你明白吗 它符合了两个题目 第一在港铁站 一个交通书楼的站里面 然后电梯就是一个载人去移动的工具 是吧 那时候很恐怖的 有一次是尖嘴 OK 接着有一次在柴湾 OK 又炒梯了 是吧 OK 接着之后一周三次 在中环站 那个扶手梯都发生事故 是吧 那时候令到大家是 即是樽樽 即是樽樽落到这回事 OK 如果我们看回这图片的time stamps 其实那些新闻 尖嘴那个是在11月12日 柴湾那个是翌日 11月13日 然后中环那个是在11月19日 很恐怖 那时候粉丝又是报料报导 发生事故 OK 接着又有一个很惨 葵聪金德功下 升降机 就是那个升降机 OK 那四条 哇想想 四条吊蓝都无端端断裂了 令到它下聚 那我不记得有没有死伤 这件事 所以大家以后在火翼 尤其是相指的时期 那真的要去 希望大家会到时去记得 原来我们以前曾经是发生过这样的意外 那么多 相同类型的意外 那以下这里的底图你们自己看 我不逐章说 很闷 那 既然我们知道火星星人在相指座 那我们就可以抽取很多的题目 去知道哪些是高危场所 既然因为火星嘛 那一些火气很重的地方 例如男人很多的地方 是吧 搬运工人 因为他们要出汗 很热 是吧 所以我也提过 地盘小心意外 或者是工厂 因为工厂 通常会有很多 就是电力啊 火啊 甚至真是明火的一些设施 是吧 OK 那还有 例如军人 警察很多的地方 是吧 因为火星就是那个狼狼 是吧 那我都全部是 点名说过这些地方 OK 那同时因为 就是 特别是 因为这个有关移动的 是吧 商指是有关移动的 OK 那所以一些 会去 就是会去 搬运 是的 会有搬运功能的 一些设施工具 都会发生一些塌的东西 是令大家健雄的状况 所以我 真的 点名提过 地盘工人小心小心 OK 那 然后 就算这里的底图 你们可以看回 就算有一宗 发生在街上 OK 那些人在搭棚架 但是他偏偏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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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所以我们永远知道 双子座的时候 就是 双子座发生了 壞事的时候 小朋友 学童就是高危 因为 你地盘 你工厂 你不会有小朋友在 但是 竟然在 这些地盘工厂以外 然后发生 塌糊盘 刚刚 这些去搬糊盘的时候 去摘死人 刚刚 受害者 就中了学童了 OK 四岁的男生 好惨 OK 或者 任何这些塌东西 塌成的事情 除了会影响学童 亦都会影响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塌糊 可能不塌 偏偏是摘到巴士 是的 还有那时候是几天之内 还有有些是同日之内 有几宗都是地盘的非内环祸 都非常令人痛心 当然是有些人死了 还有 有些人要截之 还有那时候我都没记错 我是捐过几次钱的 我都捐到 捐到 有一些 就是 天分地暗 因为都 真的几 令人痛心 还有我想说 真的很邪的 如果你有心去找回那些新闻 多数都是发生在 10月底 11月左右的时候 就是火疫正式 开始没多久了 还有原来不止的 不止地盘的 那我真的忽视了香港的轻工业 因为我没记错 我那时候还好似豪城藏语 我还说 香港有些什么工业 最多都是地盘 或者大埔工业村 所以香港都应该安全 但是 原来我对香港的经济 那些 就是industries 不是很熟悉了 因为原来香港都真的还有 几多下的工业 有一个在荃湾沙咀 这个都 相信大家 还记得很清楚 有个中式糖果厂女工 暈倒 就跌入了一个搅塘机 之后就抢救不治了 之后那些网民还很害怕 那些糖果不知道 他会不会去烧毁 是不是 然后 有一个更罕见的 哇 这个就是整个死神来尿 死神来尿 这样 逃防一个屠宰 被猪 撞倒 因为猪 是未完全被去 去电魂 OK 那一只猪挣扎 就撞倒了 那屠宰 令他意外触及电击棒 暈倒 好 接着呢 那个利多还意外插入了自己的大腿 搞到自己 流血不治 这样 双重不治 是的 还有这件事 听起来 听起来 会不会觉得 好像佛教 因果报应的故事 这个感觉很像 是的 那又是 这些工业的意外 还有它是自己去 就是这样 自己去插自己 是的 都是这些工业 我都说了 这个不一定跟双子座事 但肯定是跟火星亦行的 我都会说了 这些 就是industrial sector 会有很多的意外 OK 接着 好了 就算不说香港 在不同的地方 都有 美国 先在美国 有一单 我不知是谁 但其中一个在美国 有一个恐怖工业意外 好恐怖 接着这个人是 自己跌入了熔老 是的 上班第九天 接着在超过涉事 一千度的熔章之中 瞬间焚化 好恐怖 大家看到这个日子 就是去年2022的11月12日 就是火液的 就是进入了没多久的时候 是不是 接着不止 还有一单很相似的 是什么呢 是在哈萨克 又是去年12月23日 又是火液的高峰级 哈萨克有个干铁厂技工 维修宣众底 北辰聚落的熔爐 又是热烈的熔爐 火啊 终于我们看到点火 刚刚那个糖果厂 尚水逃房都没有火 但现在就很多火了 OK 接着还有韩国 韩国又是差不多同期 看不记得那个三文治 曾经有一阵子说 韩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三文治厂 那些人去罢卖 OK 原来他都不是第一单 但在那个时期有发生多单 就令到那些人心感不满 令到那些市民就说要去杯葛他 有个员工 在整三文治厂汁的时候 就不小心令他跌进去 哦 不是 这里还说 其实搅拌机的深度 不足以令他整个人跌进去 但死者一上心被卡载机器来 最后意外夺名 接着还说 之后那个工厂都没有停工 这个才是更加令人惊的事情 是的 工厂意外 原来世界各地都发生很多 好了 但我们也说一下 其他跟火有关的意外 那段时间也有很多 有些也挺搞笑的 例如这个 当然我不是说要去见机 我的快乐在这些市主身上 但是我们 幸好都有惊无险 都没有人说死了 OK 但是这件事在外人来说 我们觉得 有些 我又不想说趣味性 我免得被人骂 但是 这些发生的方法很特别 这些发生的方法 例如尖沙咀有间麻辣火锅餐厅 就突然爆炸了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还有他的名牌袋 都沾染了酱汁 然后最令人惊的 就是经理的处理手法 是不是 我店长什么都好 就说 你报警的话 就要收你这些钱 如果你想当没事情 就不用收钱 最后那个女士主 当然是 骂大了 还有这件事 最后那个餐厅都灑了 对了 这个是 就是滚火锅 还有麻辣火锅 你想想整件事是 多血淋淋 多血红红 是吧 就是有辣有火 是吧 跟着 也有一个 土瓜环的茶餐厅 女工煮早餐的时候 就抢火了 然后就 卓霜面膜 什么 卓霜面膜 副面膜送圆 OK 对了 然后呢 有一宗我觉得 其实是很 也很符合到 火翼相似的概念 但是不知道大家 触觉有没有那么敏锐了 OK 等下我先说这一宗 然后有一个粉丝布料 一个 三个男人 三男 对了 他们食字热火锅 跟着三男为卓霜入院 因为他们不小心 连发热包一起去吃 对了 还有很红色的不明物体 OK 整件事又是火热火辣的东西 对了 又因为 就是火热火辣的东西 就是火热 那就影响了一个 自身的健康 OK 跟着同期呢 还有 咦去左边了 好 这里看到 不过这个很红色的 OK 就广田村 冷气机那些 散热器就爆火 那样 那时候大家都拍照 上新闻了 还有就波及了伦理 对了 还有记得我那时候说过 我很怕那些什么排屋 香港还有没有排屋 或者是 总之连得很密的建筑 就会去 就是波及伦理 因为双子座也是有关伦理的 OK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小小mine的新闻 OK 但是我最想说的是什么 对了 最想说 原来是这里 记不记得我整天都 那时候教大家 小心小心 当然我们 就是刚刚探讨了很多 就是哪一群 哪一群的人种 会容易受到伤害 是不是 学童 或者是哪些地方很高危 但是记不记得 原来占星是可以 很特别 是特别 到跟你说 那如果是身体 哪些的身体器官部位 会特别容易遭受意外 果然那时候 很多很多这些 记不记得在哪里 我给大家猜 3秒 大家猜 就是大家去回忆 3 2 1 就是双手 OK 那时候都发生了很多 一些这样的意外 首先 又是南韩 南韩这里 即是 SPC工厂 在现意外 原来就是这个 叫SPC工厂 OK 南韩被切断手指 所以民间就杯葛他们这个集团 OK 那就是 手啊 是吧 原来之前就是 同一间工厂 23岁女工 跌入三文字杖料搅拌机 惊死 最贱格就是他们 即是都不停工 不去有些表示 僅用白布盖住染血的机器 神经 那 手 OK 那我们再去看看 伊拉克一个动物园 OK 三岁女童 即是学童 是吧 伸一只手入围囊中 所以被虹咬断了一只手 OK 所以这些真的好奇害死猫 是吧 为什么双子会说学童事 因为跟好奇心有关 好奇保保就是学童 是吧 通常老人家很少说再好奇 他已经看破世事 是吧 所以 学童的手 被咬 即是 整身了 OK 接着 尖沙咀 the one OK 南职员右手卡搅拌机 三只手被鸭断了 哎呦很恐怖 是吧 这个 粉丝都有报料 是的 跟着粉丝还说什么 哦 哦 原来之前不止的 也都有一个小男孩做什么事 哦 这个是上 刚刚我们之前几分钟那里的 应该是说 港同搭电梯 哦 不是 电梯即是扶手梯 是的 扶手电梯 OK 膠鞋被夹 鞋头扯栏 险扯断脚趾 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 是的 OK 刚刚几分钟之前 忘记得说了 好了 是的 哎呀 用搅拌机 搞断三只手指 哎呀 想到都觉得痛了 好 还有这一单 护销主 爱荣姐姐 徒手接着火吊扇 网民大赞 一家的英雄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就是说是一个网上群组 叫做表扬好姐姐开心分享区呢 有个人就说自己家里 就是发生这个 家里的吊扇 无端端着火 封货轮地掉下来 接着姐姐就双手去 即是去捧着她 是不是 那 是啊 所以这一单 其实也是 就是 即是火去去攻陷那个双手 是的 那这一单 其实也很柔强地 是去应验了 那个火液双子的 就是 的 OK 但是这个姐姐 真的很伟大 她还疏散小孩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姐 在这再去赚多她一次 逃走接风机 去灭火 还在这